全国警察不断的去到越南小吃 去查 所以这个算不算歧视 水母在脸书上说 他这人生呢 就因为这466元 变成一个贪婦犯 然后难道他在担任助理的期间 这些加班 这些付出 都不值这466元吗 就算好 大家看起来表面是很和谐的 谁知道你私底下 给我贴上的标签是什么 我自己也是学资讯的嘛 常常把高航案当作是我的榜样 可是今天看到阿伯受到这样的判决 我也觉得蛮心疼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智慧Z世代 我是主持人陈志涵 这是Yahoo TV的节目 所谓智慧Z世代呢 当然就是要来听听看 我们的年轻人Z世代的心声 每一周我们会邀请一些政治大来宾 来跟我们Z世代们来座谈分享 他们在政治理念 还有呢他们所见所闻 今天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来宾 是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麦玉珍 麦委员 好 Yahoo TV的家人大家好 好 麦媛很亲切哦 第二位呢也是大家经常会在媒体上头 或新闻报道上看到我们的发言人 以及我们的新闻语情部的主任吴宜萱 宜萱好 哈喽 各位线上收看Yahoo TV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宜萱 好 那接下来呢 今天我们的Z世代也准备了非常多好玩 犀利的问题要发问 首先先介绍我们第一位东吴大学的杨叶 大家好 我叫做杨叶 我现在就读东吴大学法律系三年级 我平常关心的议题是民生经济相关的议题 长一时间呢因为我是一个新二代 所以现在的新著名基本法 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Yahoo TV 来跟这些政治的大前辈们 可以学到更多相关的知识 谢谢 我相信今天你应该有很多的问题 要问麦委员 等一下就给你机会好好发文 接下来这位呢 是我们云林科大的彦博 彦博好 调博TV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博 我是云林科技大学资讯管理系的同学 那我是 那我平常在关注的议题是 司法改革还有教育改革 那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节目的收获满满 好 非常欢迎大家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先进入到 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本周我正热 好 这个星期最 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 当然就是台风了 台风虽然走了 但是很多地方水好像还没有退 特别是有几个前瞻预算 其实花的很多的地方 像是嘉义县啊 台南市跟高雄市 其实都算是前瞻预算 治水的重点区域 结果我们发现呢 这个高雄还有台南 有很多的积水的状况 甚至像高雄我知道好几天了 水还没有退去 不过呢 这个行政院马上发了新闻稿 说很快 很快水就退了 没问题 大丈夫 然后呢 很多的网友又翻出很多金句啊 像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曾经说过 做得好就不会淹水 做不好就淹水 现在就被人家说 这个是不是回力标 打回来打到自己了 其实我觉得在每一次天灾的发生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多不管是政治人物的发言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动作 媒体就很喜欢找那种所谓的政治人物勘灾学 或者是政治人物在遇到天灾跟风灾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应对 那其实所以你看发言就很重要啦 像当初这个苏贞昌的这个回力标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有的时候遇到天灾或是遇到风灾 我们必须还是要谦卑谦卑再谦卑 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说 好像我们用嘴巴讲 或是成口舌之快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那所以我先讲 就是治水设备其实并不是一个 所谓在市政上面很容易出现的亮点政绩 可是呢它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像过去柯文哲主席 他担任市长的时候 他有做非常多相关于像治水的东西 像是闻山治水 闻山这个地方其实过去常常 只要下雨就会淹水 但是这个治洪池呢 当它设立完了之后 其实在当地你很少会听到 有出现淹水状况 即便是淹水它水也退得非常的快 还有前一阵子也包含志涵在脸书上 特别提到的我们的这个翡翠源水管 这也是在错误当中去学习的 大家还记得2015年的那个时候的风灾 然后那个时候是造成什么样 大台北地区水龙头打开是黄水 那时候真的柯市长 我那时候还当记者 柯市长刚上任就面临到这个状况 那后来他继取教训之后 他就是跟这个中央争取前瞻预算 当然还是也要中央的协助 再加上地方的执行 所以就到达了这个所谓的 像连蒋安市长他都称赞 说这一次因为有翡翠源水管的关系 所以可以让大台北地区的供水无余 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做什么事情上面 面对接下来的极端气候 该做的事情是一步一步的要做好的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去看这一次高雄的水灾 赖清德总统他说这一次淹水只有30公分 然后我们就不晓得说这个只有30公分 到底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从新闻媒体放送出来的 要嘛就是水淹即吸 要嘛就是一个成人男人的高度 大概就像洋夜这么高 他们可能是到腰以上 所以我们不知道赖总统他所谓的30公分 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这还牵涉到一点是 现在行政院要发补助 行政院的补助的标准是50公分 所以这下子完蛋了 赖清德总统说30公分 这些人要怎么补 好50公分以上好像可以拿2万 50公分以下只有5000 所以赖总统现在是 大家赶快拍照纯正 而且还要拿尺来量 还要拿身体来量 说这个我们一定是超过赖总统所说的30公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回归到最初讲的 这个所谓前瞻预算 这一次我们前瞻预算 最大的症结点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就是 先拿了钱再写计划 对不对 先有钱再写计划 这种心态是反正我钱先拿到啦 那我后面要怎么样随便我搞 可是这一次出了大水之外 这个水灾是不是就应该要全面来检视说 我们当时所投注的经费是不是真的有到位 是不是哪些设备需要重新来检验 你说的制宏池你说的这个地下水 我们常在讲政治人物路平灯亮水沟通 这个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 可是它却是最重要的事 如果你水沟没有通就像现在这样 就会变成民怨的之所在 所以我觉得宜萱很厉害 这个称职的发言人就是要趁机置入一下 置入一下自己的市长的政绩 因为其实柯文哲主席他做的这个翡翠原水管 我那天看到蒋湾市长来讲的时候 其实我蛮感动的 因为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柯文哲任内做的事情 但是他其实间接肯定了柯文哲过去做事 因为他就说这一次虽然说原水的浊度标得很高 可是整个大台北地区的用水没有受到影响 是因为翡翠原水管发挥了功能 那从2015年到现在 他终于能发挥功能 这中间是好几年的工程累积 那光是柯文哲他就去了好几次 然后那时候他这个还没有真正贯通 但是部分贯通的时候我有跟主席进去 那时候我是发言人 所以我感觉得出来他的感觉是开心的 他那时候就有讲说 他希望台北市的用水600万户 600万人的用水 不要因为一个天灾 什么样的原因 结果就导致这个水可能浊度标得很高 你不要说是不能喝了 连洗澡民生用水都没办法 这个时候就会很困难 所以他就从这个错误当中记取教训 那我觉得这就很重要 所以我也想要问一下麦委员 其实从这次的整个水灾的整个发展 不管是刚刚宜萱讲到的 赖总统有点合不食肉迷 明明水烟这么高了 结果他说只有30公分 那导致未来的很多补助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又比方说很多人在质疑说 治水到底有没有成效呢 委员怎么看呢 对 因为这次水灾 我们灾民最注重的就是要如何来去把水要退 还有就是我们补助最多的就是高雄台南嘉义 但是就淹水了 我们就前院长就是那个苏正昌 说就是做不好才淹水 不是现在再去讲这句话 但是又讲到自己的人做不好 回力标 对 因为你预算又用那么多 但是你没有把这样子的水的流通 这个工程要去做好才会去淹水 但是现在我们行政院院长就是说 他们自己自己做和自己補 但是做不好也自己補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大家要出来负责任的 不是要讲自己有做多好 是民众讲说我们现在有被照顾 被做得多好 大家平安 大家水要退 这样回归我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好 不是用讲的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政府要把我们民众的声音 还有把现在的状况把它做好才是真正好 对啦 这就是真正照顾 其实他们说水退得很快 其实我并没有感觉到水退得很快 是啊 到现在呢 几天了 现在还有吗 我记得隔天隔两天都还有看到新闻画面 不然新闻画面不会造假 它就是最新的消息 所以它当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隔天 或者是甚至不知道是隔天的下午之后 都还有很多地方淹水 然后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有些人为了要去这个帮自己执政的县市说话 然后讲出一些很荒谬的话 比如说像王羲之就说 这个1400毫米就等于14公尺 天哪 这怎么算出来的 这不是打脸的赖总统吗 赖总统不是说只有30公分吗 那你说14公尺是怎么算的 14公尺大概大家帮他算 大概淹了不知道五层楼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去 特别的想要去诠释什么事情 对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特别出来帮忙几地 对 其实我觉得像台北 其实台北的雨可能没有像高雄那么大 不过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其实台北市的灾情不是相当的明显 我觉得这个是跟长年以来 就是你有没有在做任性城市 那个排水的规划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还有看一个很夸张的新闻 就是说那黄杰委员不是被质疑说他出国吗 结果他就回国 赶快回国然后就赶快到处看灾 还说有灾民把他这个鼓掌鼓到手都磨砌 说他手都磨砌 对 然后就想说也没必要这样吧 就是有点太秀过头 对对对 这个就是你有沒有苦名所苦 真的去帮灾民们解决他的问题 还是你只是注重在人家不给你掌声 还是把它当做一个作秀的舞台 这个我想应该是所有的这个政治人物都要把任何的这种风灾 其实都是一个政治学的考验 其实也都是我们大家彼此共勉 就是说其实柯主席也有特别交代说 当这种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要做什么政治攻击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民众好像没有什么在 我们第一时间说因为救灾是不分政党 没错 对对对对对 就是人民的这个淹水是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保护 是啊 所以你这时候去做过多的口水攻击是不应该 而且大家就会觉得很烦 我们在那边抢我们的泡水车 然后你们还在吵架 我就真的没必要 没有拿人家的痛苦来当做自己的平台 这样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第二题 我想这一题其实对民众党来说 应该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 那一天的判决出来之后 大概整个党应该心情都蛮沉重的 就是这个高宏安市长 他现在已经是停职了 因为他的这个一审贪污竟然是判决 他七年四个月这样子的徒刑 这样子的徒刑 我看到客人的主席 他其实也在脸书上自成他的心情 他说他用难过来形容 其实宜萱一定很清楚 他很少会用难过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那这个陈婉会委员他也说他感觉到 因为那几天主席也跟他一起在伊兰有行程 他感觉到主席的心情是很乱的 宜萱怎么看这样的判决 你觉得这当中的这个公平性 因为其实在网路上或者是这个舆情 还是蛮纷乱的状态 我讲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讲 先讲主席的这个心境的转折 他其实过去以来一直提到宏安的这件事情 他其实都是带着一种 很为他感到就是心疼 因为他会认为说 这个一个原本在企业界表现优异的一个女强人 然后进到了政治圈想要为政治想要为公众服务 然后因为民众党的关系他要去开疆辟土 就让他去了新主旋市长 可是却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 变成民进党的眼中钉 那当他变成民进党眼中钉的时候 我想那有人应该非常的感受深刻 那就是他们会用尽全力的 对 去攻击你 那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主席的心情是会认为说 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好像把一个原本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 然后让他变成是别人攻击的对象 其实他是很不舍的 所以他当他看到这个刑度出来的时候 七年四个月这么重的这个刑度 他会认为说 怎么会一个国家一个司法 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在于什么地方 我觉得很大的落差在于法官的新政 因为这个案件 我们当然要先讲明说 如果我们真的错了 我们会认错 我们要改 因为连结还是民众党最重要的一个点 但是在这个刑度的依据上面 我们会看不太懂 法官今天认定高宏安他涉嫌贪污 是当这个钱进到了户头之后 他就构成了贪污 但他从来不去管 后面他的钱到底从拿去做什么用 是不是公务用途 还是今天他私人口袋 今天是他并没有管 法官完全不采信 这些钱其实都用在了公务上面 而且甚至高宏安自己自掏腰包出来的钱 都超过了这所谓的11万多元 然后更让人家觉得痛心的是说 你看水母在脸书上说 他不知道466元贪污罪 他的人生就因为这466元 变成一个贪污犯 变成一个贪污犯 然后他这个标签要跟着他 即便他现在是缓刑 你说对于一个公民来说 想要参与公众事务的人来说 难道他在担任助理的期间 在立法院服务的期间 这些加班这些付出都不值这466元吗 早就已经超过这466元 可是法官完全不采信 我们有错会改 但是我们也支持高宏安市长自己用上诉的方式 用官司的方式来自证清白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对于这样的判决有一点 大家还是要有一些评论或是想法 就是为什么在司法案件上面会出现 像我们举的例子 不管是民进党的议员或者是民进党立委 他们过去的案子那个涉嫌的金额是高达千万 高达百万的 可是现在他们可以获取比较轻的判决结果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 我觉得这个案件还有两个争点 第一个就是说外界很容易会误解成说 高宏安是不是人头助理 但第一件事情是高宏安根本没有用人头助理 这个东西就差很多了 人头助理是我根本没有请助理 然后我去拿一个假的人头账户 把钱从国家这边A来 然后纳为己用这是一个 可是高宏安不是 那第二个是法官觉得他有一领薪资 就是说比方说给陈寨的薪水是五万块 可是你跟国家报了五万五 当中五千块拿去做什么 他就有一领的行为 可是像刚刚宜萱讲到的水母 他就说根本没有 他报多少薪资给他 那他也告诉了法官没有这件事情 我觉得更夸张的是 所谓在这个他被征训的过程当中 竟然有16分钟的影片不见了 这件事情其实水母他还有跟我联络 他到现在还是觉得 怎么一个司法案件在侦查过程当中会 我提出来了我的说明而且是事实 结果法官完全不采信 然后检察官一直不停的误导 导致这个案件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那好 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 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潜力 就像刚宜萱说的有前立委 或者是这些前议员们 他们用人头账户的方式去A了国家上千万 结果法官用别的罪 就是不是用这个贪污罪 他们用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然后刑度比较轻的罪去判了这样的状况 可是高宏安法官认为可能有易领薪资 所以用比较重的罪去起诉他 所以这当中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司法的这个天平 这个天平的这个砝码 是不是可轻可重之间 好像差的有点太多了一点 那委员怎么看呢 这个案件是不是会重创民众党的 因为我看今天又有新的民调出来了 你觉得这对民众党来说 是一个很重大打击吗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不符合的 比例原则来去做一个司法的判断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让很多不懂的人去觉得说 我就贪多一点嘛 我就还是判这样啊 但是我判少了还是判这样子 这样去误导很多人去做不好的司法 我觉得司法就是要公平公正 人人平等 我们要以说他的贪污 像说真的啦 现在我们都是科技 用LINE晚上就传给助理 你要帮我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算不算加班啊 完全没有算加班 对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说几百块又变成 不是他去A这个几百块就变成犯罪 对 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公民 人民真的不公平 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子去 我们希望说司法要公正 公平公正 要人人平等 我们要怎么样去判 对我们最有利的 不要分颜色也不要分党派 因为我们信任的就是司法正义 好 所以司法要加油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大学生 同学们看到这个11万 而且这当中当事人对很多的市政 似乎还有疑忆的状态 就被判了7年的这样的重罪 你们怎么看呢 任意先来好了 我觉得就像刚刚郁真委员讲到的 司法其实最重要的是公平 那在读法律的期间 我们也很常会讲到说 虽然我国是没有所谓的判立法 这个说法现在 但是呢 过去的所有的判决 对我们现在是有一定的指导性的 因为过去一件事情是这样 那到了现在 一样的事情 你要给它一样的裁决 那今天地方法院的判决 它这样去推翻了 过去最高法院的稳定的见解的时候 那你就要 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基础 一个理由说为什么 今天我地方法院认为 以前的见解在这件事情上不适用 我们要创造这个新的见解出来 但问题是 本案呢 不管是刚刚讲到的 人证 市政 甚至在侦查程序上面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瑕疵的情况下 地方法院这样的去做出一个 推翻过去稳定见解的这种判决 它到底是不是合乎我们在法律上认为的公平公正的这些原则 我觉得是要打算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OK 彦博怎么看 你以后会不会不敢从政了 不会啊 你在学科技 你有想要从政吗 有想过 你会觉得好像这个 如果不是念政治的 不会因为我自己也是学资讯的嘛 当然我自己常常把高航案当作是我的榜样 对一个目标啦 可是今天看到阿伯受到这样的判决 我也觉得蛮心疼的 我觉得那个内政部啊 现在有一点在 是是 加码穿一脚 在追杀耶 就是 他 停职 就说现在停职 高宏安停职 但他也不是因为市长在任内 做了什么违法式停职 然后现在才一审 一审结果都还 一审宣判完之后也不代表定业 那可是内政部就加码说 好这个停职的半薪都不能拿 可是这个真的是要高宏安无法宣存的 因为他现在还有公务员身份 然后他不能去兼职 他也不能去做其他的工作 也就是说你就是要他不吃不喝 等着二审的判决出来 他才有办法回归到这个市长的身份嘛 那所以我不太能够认同内政部现在的做法 就是整个好像追杀完之后 要置人于绝境的概念 其实我今天有请同仁去了解一个事情 就是说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一致的 刚刚委员讲得很好 宇萱也是这样说 我们的法律要有一致性的原则嘛 今天内政部如果要把高宏安在停权的时候 他原本是半薪的 就像宇萱说他现在是公务员 他不能出去做别的工作 所以他现在有没有谋生的能力 如果人家有存款 因为刘世芳的说法是说 如果他生活无余的话 他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半薪就把它砍掉 那我想要问他的标准是什么 就你怎么知道他生活是无余的呢 他如果还要去请律师 还要再打官司 他还有很多生活需要支出 是不是内政部对所有的 涉嫌在一省当中有罪的 所有的官员 你都是原本是可以给半薪 然后呢因为生活无余 所以你就把它砍掉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人家可以 对 你有什么标准 他可能想说他刚刚完之前的那些什么 对你可能很有钱 很有钱什么账户什么的 可是不是这样子来评断 所以我觉得不要沦为一个司法 不要搞到一个政治追杀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 你今天是司法有罪了 你连这个人都要毁掉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从此以后在台湾 还有多少人相信司法是公平的 或者谁能够相信政治不会介入司法 我觉得这些东西我相信大家 其实所以这时间越久 应该也会有更多的想法 那我觉得真的是要多讨论 因为同样的类似的案件 在不同的案例当中 杨业是学法律的就很清楚 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判决的方式 那不过呢我想今天 我们又有杨业又有麦依珍委员 其实有另外一个题目 我相信大家都还是蛮关心的 主要就是这个新住民基本法 新住民基本法呢 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 其实也是风风火火 还蛮热闹的 那现在好不容易三读通过了 但是这个我想要先来问一下麦委员 听说我们的这个新住民基本法通过之后 最近内政部还有一些不同的动作 疑似又要翻盘了是吗 要怎么翻盘呢 是的 因为呢现在就是有各种的说法 还有各种的新闻 还有去做民调 所以新住民基本法通过后 也是我们内政部要去执行后面的一些法律的规定 但是现在呢就是为了要翻盘 你想要就是上车了就是要翻车 所以就希望说 透过不同的新住民的调查 还有大家的需求啊 就是做一个就是数据 来让我们新住民就是说这个法律不适用啊 或者这个机构啊不能再成立啊等等 我以为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内政部 他们去发问卷给新住民 问新住民说你觉得这个新住民基本法有没有必要通过 然后呢这个有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专责机关来负责新住民的照顾 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大家就会有说新二大就跟我们就是说 有可能他们不想要去执行 不想要去把真的这个法律透过了 后面的工作他们就是要去执行 所以他们就是用各种理由希望说大家的认同 因为要编列一算还有让大家来去做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呢我们新住民就是从我们民进党一直说照顾新住民 就是说照顾新住民 但是我们民众党呢 柯主席是直接照顾新住民 他就是我们党成立就是短短五年而已 但是呢我们柯主席就是在我们这个第一会期 又是我们是优先法案来去提新住民基本法 希望就是让新住民在台湾是要来发挥 来去照顾我们台湾的人民 让我们是让我们是有这个机会 不是停留在永远都是照顾 都是照顾 我们要的是让大家去发挥 所以呢我们就是新住民对我们柯主席真的是 他是我们的恩人也是我们的贵人 因为他只要短短就是五年成立党 还有他的重大的政见里面 也是说要让我们新住民在台湾 升更立业来台湾 就是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服务自己 所以第一会期就把这个新住民基本法 我们就是三读通过 对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这个会期 我感觉你非常大力的推动新住民基本法 除了柯文哲主席他强力的support之外 是不是在台湾生活了这么久 其实你也有一些感觉 好像你在台湾生活了有30年了吧 对 有真的感觉被台湾所接纳吗 或者是说还是有很多的歧视的眼光 这个我等一下想请杨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上次你来的时候说 的确在台湾会有些认同的危机 那你们有觉得说在台湾 虽然我们的新住民越来越多 但是歧视是有增无减的吗 委员怎么看 你好像蛮常接到一些新住民给你的一些反馈 是 告诉你一些困扰 是的 是的 所以当天是在立法院 我身为一个新住民的委员 但是在立法院里面 就是民进党的立委 就是严重的歧视 我们当天是要立法 要立法还有定义新住民来到台湾的外国人 变成有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定义 说成为一个族群 是一个新住民的族群 但是呢 民进党的立委 全部都否决这样子的身份 所以说他严重的歧视不只是新住民 就像我们台湾人 我们以前祖先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现在跟世界来去 让大家认同我们是台湾人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我们台湾人现在在任何的地方 全世界都是很骄傲了 我是台湾人 是不是同样的心情 同样的心态 我们也是现在让台湾来去认同 我们这样子的定义这样的身份 同样的心态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受到歧视 所以不只是我们新住民在外面被歧视 连当立委在立法院里面 你们的潜意识永远还停留在歧视的阶段 没办法去接受 这个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一个族群的歧视 委员可以讲一下实际的案例吗 比方说你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经营一些越南的小吃店 或者是说就是你提过可能这个新二代 但他的皮肤肤色比较深 那也经常会被零减 有一些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 我们就是最近就是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港式的餐厅 他们就是因为食安的关系 吃那个河粉有中毒 所以变成就是全国警察 不断的去到就是我们的越南小吃去查 几乎每天去查说你们的河粉有问题 但是其他就是大的餐厅不去查 发生的餐厅不要一样的不去查 所以这个是算不算歧视 就严重的歧视啊 就变成说你有卖河粉 我就是来查你 因为我查你的话没有人帮助你 就是其他的就是财团有人帮助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新住民是不是就是应该让你们查的 还有我们的新二代 就上次就是去年 有一个新二代他在乡下 他骑着脚踏车在路上 警察就怀疑他是移工 马上就是用棍子就打受伤 我觉得就是你的潜意识 你的就是看到就是歧视嘛 还有就是我们的路配他们的小孩 他们就是因为最近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说 大陆跟我们台湾有一些就是政治上的一些冲突 就把我们的路配的小孩还有路配的家庭 当做敌人来去歧视来去霸凌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难过 我们在台湾我们就是台湾人 但是你用这样子的政治的立场来去歧视 来去分裂让我们新住民在台湾 这样子的恐慌的生活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政治带到生活 杨叶呢 听到这个曼宇人这样讲 你应该心有戚戚言 我也想分享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我国一的时候 那时候班上有很多的新同学 然后有一个他现在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他讲话是比较local直接一点的 那天好像我们在写东西 然后他的笔坏掉了 好像是新买的 我在那边写一写 他说我还比辣派起来 这一定是阿达阿辉 蛤 对我当下我愣着我看了一下他 就看了一下他 我就没有说什么 但我那天回家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东西坏掉了 你一定要说他是阿达阿辉 第二个事情 这也是我妈妈以前的事情 我妈妈她也是在餐厅工作 然后有一次就是他跟我讲 他说他那天心情很不好 我发生什么事 他说有客人 就是在期间喝酒聊天 问到我妈妈是哪里的 妈妈回答是大陆人 那个客人下一期接着是 你老公死了没 这种事情 完全没有一点尊重 对 我就觉得说 难道 我妈妈嫁来台湾 她就一定是找了一个 很多人说 比较年长的 对 有年纪的那种 以前说的老兵那种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还会有人觉得 大陆制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 怎么样 那种标签的感觉贴在身上 是很不好的 然后像麦媛刚才讲到的 就是对于现在陆配的家庭 可能会有攻击这件事情 就像是我之前有讲过的 被当成是洪水与猛兽这些事情 所以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说 虽然我觉得台湾确实是一个 很多元化的社会 大部分的人对我还是包容 还是迎接的 但是你说生活中完全没有 歧视嘛 嗯 就反而是那种 突然出现的那一瞬间 你在后面想到的时候 会很用力的刺在你的身上 就感觉是 就算好 大家看起来表面是很和谐的 谁知道你私底下 其实给我贴上的标签是什么 所以听到的时候 就是 会难过啦 真的会难过啦 真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标签 或者是这些歧视 很高的一个来源 很多的来源是来自于高层 就那种文化的传播 如果你一直在散步这种歧视的 或者是说他就是比你低一阶 那有些人呢 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不顺遂的时候 他会去找另外一个出口 也许他就会怪罪在这个新住民 像有些政治文化说 哪些族群会抢我们的工作 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其实 曼委员委员委员 我就想要请问你 你从事 在台湾生活了非常非常久 其实你过去在台中市政府的时候 也是在新住民委员会 来做新住民的服务的工作 那民进党政府呢 是一直告诉我们说 他们是最照顾新住民的 那你看到的是这样吗 为什么他们执政了这么多年过去了 台湾的歧视 还是这样根深蒂固呢 这就是说嘛 就是最照顾 用说的啦 最照顾 所以最照顾民进党 最照顾就是 只有一个罗美龄 就是摘腿嘛 对也是提名只有他 照顾那么多年 我们所有其他国家的新住民 都无能吗 都没有办法去提名当立委 照顾一定要让大家去发挥 才是照顾 因为我们在台湾学习就是要习 不是一直在成长嘛 一直说我们要去为台湾去贡献嘛 但是你现在你的照顾在哪里 不要去拿政府的钱 来说去照顾新住民 不要把我们变成选举的时候工具 编列预算的工具 再贴一张说我照顾新住民 我就可以拿预算 我就可以便利预算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 让我们为台湾去发挥 给我们工作 给我们一个义务 给我们要来去做服务 变成我们的政府的左右手 不要嫌疾钱 三龙害死 算贴了后对你拍死 委员你刚讲到那个罗美玲委员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他其实过去也曾经在内政委员会 担任过招委吧 对 所以这个新住民基本法 过去却都没有提出来 而是到这个会期 民主党提出来之后 院版的版本才赶快提出来 而且经过好几次委员会 我要不要讲一下这个部分 这是真正在照顾新住民吗 没错 因为他上一期他也当立委 他当了四年 是第五年 因为我想说我们都是新住民 我也不想说新住民要去 来批评说我们新住民 但是因为我想而讲的说 我们新住民的代表 好不容易进入立法院 我们要争取的 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工作 我们要争取的 每一个人都有工作 你当立委 你又当过内政委员会的招委 你要排什么案可以 但是你不排 你不排 我们就四年前 我们民进党是一党独大 你要通过什么法案 通过什么机会 多的是啊 但是你没有啊 完全执政 完全没有啊 但是现在你说你栽培了新住民很多 都变成栽培新住民 变成你的资料库 选举的资料库 不是让大家发挥的资料库 所以我们新住民你们要醒醒啊 不要再当工具了 不要当做一个选举的工具了 你要让你的权利 睡着了 你要醒来 要醒来 要做自己 要为我们下一代 我刚刚听说这个要做问卷 其实我觉得这很凸显的一件事情 就是民进党现在不管你法令有没有通过 我们都已经三读通过了 要不就说违宪啊 他如果不接受就不违宪 然后就申请示线啊 然后呢他现在做一些问卷 他要做什么 他是要推翻我们已经通过的法令了 所以说一套做一套最明显的就是民进党 嘴巴上面说抗中保台 就实际上面是田工卖台 嘴巴上面说爱新住民 结果呢他前面跟你在那边摆 在委员会里面摆拍 说恭喜这个新住民基本法过 然后可是他背后却做了一张图卡 来攻击我们民众党 然后就说我们要开放这个陆配的陆籍年线缩短 那问题是说 这个委屈太大 根本也没有这一条 根本也没有这件事 所以他们很喜欢这样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呢只要他们推 他们就好帮帮 然后别人推呢就是卖卡 就是中文库务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民进党现在第一个 好像在党推通过的 帮他们旅行 他们过去的政见的 他们都跟你说 要么就违宪 要么就是不做啊 要么就是找了一些问卷 然后做完之后 就说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 这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然后给你挑三解四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都在旅行 过去民进党给人民的这些政见跟承诺 不只过去 还是现在 对啊 因为现在总统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也说又超过新冠 对啊 他选举的是六大政见 对 变成民众党来帮他执行 对 不是 但是你不能 绿能你不能 是啊 我们现在为他的目标来去执行 对啊 所以真的是 我真的是搞不懂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去审法案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说让新住民有一个地方 能去发挥就好了 名称或者过程怎么样 大家辛苦 我们都不重要 高精到尾 从头到尾 一点一滴了 还有就是支持我们才有这个力量 但是到最后我们为了要先求有 就是要这个法案通过就好 因为执政是他们 现在要谁来当主导的人 也是他们 我们只是要去把这个法推成立而已 对 但是他们应该 不管是陆委会 还是内政部 他们现在应该要跟我道歉 因为他们说这个法之前就说去抹红 说我要定这个 在 真正能限 对 真正能限这些是他们讲的 里面没有这个意味 也没有这个计划 我们是说希望一律平等 才不要歧视 我们希望说大家要真正的去了解 我们立法的目的不是要来带风向 茂远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新住民恐怕眼睛要睁亮一点 就是说在法案审议的过程当中 风风雨雨 那到三读那天 我看到很多的民进党的立委都上台 然后在讲三读感言 说这个就是这个三党一起把它推过的 那又开始在抢功劳了 结果现在大家注意了 如果说行政院或内政部开始来发问卷 要来诋毁这个新住民基本法 然后甚至说里面有至爱男性的地方 然后对新住民的照顾又打折扣的话 我相信大家眼睛都是血亮的 就可以知道谁真正在照顾新住民 谁真正要让台湾落实一个比较平等 比较自由的一个环境 第一个单元呢 其实我们就聊了非常非常多 那么进入第二个单元 Z世代有话说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两位咯 好 谁要先问问题 好 杨悦先来 我想先请问曼玉珍委员 就是你身为新住民啊 刚刚也讲了 其实在台湾新住民遇到的 一般的困境其实已经不少了 那其实走入政治这件事情 挑战是更大的 那我想问就是 在你这么长的一个 从政的生涯里面 你觉得你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哪些 最大就是语言沟通 还有就是让大家去认同我们的想法 因为我们不是图成组长表达 像我们台湾人一句话一句成语 就讲出说我们的需求 但是我们用各种方式来去说明 也不一定你们懂我们的意思 所以变成是在最大的阻碍 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让大家去认同我们的要推的法案 或者是我们要参与政治 就像我们现在的参政 我们新住民来台湾 我们要拿到身份证 前前后后8年到10年 但是我们要去拿到身份证那一天 还要满10年 我们才能参政 还要去考公务人员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对我们要认同台湾 记住台湾 成为台湾人 是很大的不公平 对 OK 英伯有没有什么想问 我想要请教麦郁正委员 因为在我的求学过程当中 我身边也有很多新住民的朋友 但是他们在学校里面 常常会有被贴上歧视标签的现象发生 但是也是因为这些歧视的标签 而造成他们要抗拒去学习自己的母语 甚至要隐藏自己是新住民的身份 所以想要请教委员 未来在教育环境上面 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 对 这个部分也是我一直在大力的去推动的 所以我为什么我们到最后 我们就是要推说叫做新住民基本法的目的 还有里面的定义身份 因为我们要让大家说我是新住民 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因为政府全世界已经是有这样的定义了 所以很多人去研究说 我们新二代能力很好 很聪明 反应能力什么都好 但是就是缺杂自信 是因为从小到大 大家的语言 眼光对我们的歧视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定这个新住民基本法 还有定义我们的身份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推广 大家的认同 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新二代 新住民未来在各种领域 让大家有机会来去展现大家的能力 也对我们台湾更有帮助 所以大家不用怕 我们就是新住民 我们很骄傲 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了 大家也认同我们了 我们要跟同学跟大家讲 我就是新住民 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的身份 我为台湾做什么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加油 多元包容跟共融 其实是民众党一个很重要的主张 所以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进步的法令 应该是希望说大家用比较开放的心态 去接纳不同的住民在台湾这边生活 而且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火花 让大家更进步 所以这条路应该还蛮漫长的 大家继续往前走 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两位应该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宜萱吧 好 一样是杨叶仙 那我想问宜萱主问的是 像这支台风 其实就已经有不少所谓 一些側翼带风向的讯息 像有人拿2015年苏迪勒台风的照片 然后说这是2024的台北那些事情 还有某间媒体 他拿了是高雄的淹水 然后他说是台中淹水这种事情 那在现在这个不管是側翼 或者某些特定媒体 这样一直乱带风向的时代 那你觉得要怎么做才能去更好的辨别 哪些资讯是可信的 哪些资讯就是好像不太可以信来的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媒体 可能有的时候为了抢快 所以他可能就错置了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媒体的 这个在这么竞争激烈的状况之下 看到哪里淹水就开始做 可是这是不好的训练 就是说我觉得媒体 从我们过去在媒体界我们都知道说 抢快这件事情是最不应该的 所以其实媒体自律还是要回归到说 他们如何在新闻自律上面去做根本的解决 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为了快 或是为了像这一次也有记者 正在那个海边 海边 海洋一喷上来之后他整个大尖叫 然后呢 其实那是很危险的事 以前我记得我们的时代 那个不能播 你的时代跟我时代一样吗 真的吗 对 不好意思 我记得以前不能播欸 对 其实应该是错误示范 对 他其实应该是错误示范 对 不管对 我时代都是一样的 对 年轻人 年轻人的时代 好啦 确实是有点差的 这是前辈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在那个当下 其实那个是不对的 其实不应该要助长它 可是甚至在那个电视台 它甚至还让这一件事情 变得好像很荣耀 对 推播 然后他还推播他 然后还在标题上入标说 记者被海浪喷到类似这样 其实这都不是一个媒体 应该要有的样子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当这样子的讯息 不管他是恶意的带风向也好 或者是他在忙中出错 或者是他抢快出错 这些东西对于听众 越听众在接收资讯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不好的 那我们自己如何强化自己 其实也是说 主席一直在讲 任性程式是强化 这个面对极端气候 那我们自己呢 要培养自己的任性程度 是要面对这些假讯息 我自己个人的方法 是会有大量阅读 我一直很强调是大量阅读 就是你有些时候 我们要跨出我们常看的频道 或是常看的同文程序 看看对方的世界 是怎么诠释这件事的 然后你才可以去做辩驳 今天就是说 我们常常可能会 偶尔我要去看 民进党的新闻稿的时候 我会看得很痛苦 可是我还是非得要看 因为那就是平衡自己的世界观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能只是 限缩在同文程里面 吸收资讯 因为尤其现在自媒体的时代 它推播给你都是 你想看跟你喜欢看的 所以在大数据的演算之下 你可能永远都只是 接收到单一的管道 所以我们要试着 让自己用主动的方式 去大量阅读 去查阅 平衡一下资讯 对 翻案人真的很辛苦 就是要看大量的就是 我以前啊 就是还在打大选的时候 每一看这整论节目 我真的看完 我都快吐息 好痛苦喔 真的我就是承担 就是每天的那个负能量 对 幸好我觉得 我们应该都算是 比较积极跟乐观的人 然后就跟主席一样 去睡个觉起来就没事 睡觉起来就没事 因为没勒 我想要请教怡萱就是 目前台湾民众党 它缺乏传统媒体的资源 但是在未来 2026地方选举 还有甚至更远 2028的总统大选 民众党要怎么去跳脱 现有的媒体框架 我觉得在媒体上 的确是会很弱势 对这没错 但是还好志涵 这个有一个这样的频道 也谢谢雅虎TV 给我们这样的频道 可以让我们传播 很多不同的资讯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样 你看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的确传统媒体 还是占有一大部分的 这个影响度 可是我还是 其实是乐观的相信说 透过自媒体的传播 透过这个 新世代新媒体的资讯出来 它还是会有 不同效果的能见度 再加上我觉得 我们先讲2026年好了 媒体它只是一个 选战当中的其中一块 水能载舟 一能复舟 不一定说它掌控了传统媒体 它就一定能够打赢选战 这不是必然的 因为有的时候 它太过于掌权 太过于掌握这些国家机器 甚至是太过于掌握 这个媒体资讯的时候 其实民众会反扑的 我相信民众 还是有这个智慧 可以去理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2026年 它还有一个比较强化的东西 在于地方的组织 这一次我们做的大选检讨里面 除了传统媒体不在我们身上之外 其实组织的不足 还是我们必须要去强化的 所以其实从今年选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在各地 不管是组织的发展也好 不管是体制的整体的检讨都好 我觉得在组织的生根是很重要 包含我自己个人 我也想参选 所以我在地方上 除了看新闻之外 我还会去地方经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像我刚讲的路平灯亮水沟通 这件事情虽然对于大家来说 好像平常的小事 可是政治落实在人民生活每一天 这件事情就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大事 所以我常常也是拨控去会看 哪里的这个停车阁出了问题 哪里的这个地方 这个有需要我们帮忙改善的 我们也都会一直去做 那这个是一点一滴累积下来 我觉得希望每一个民众党的种子 在各地都希望2026年 能够发挥 2026年奠基之后才有2028 是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有时候主流媒体 不是很在乎什么是真实 有很多的主流媒体是这样 他们只在乎收视率 还有节目效果 还有这个 在荧幕上演得很大 然后让大家观众 当做一场秀在看 很多的政论节目是这样 可是因为有了自媒体 有了多元的媒体之后 反而让更多多元的声音可以录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更努力 所以就像雨萱说的 就是我觉得民众党 每个人都蛮认真跟努力 就是说我们自己知道 自己弱势的地方 是在主流媒体上头 那就更努力的从别的频道 去让更多元的声音 被更多人所认识跟知晓 这件事情或许是给第三势力的 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因为在过去的主流媒体 载质的环境之下 可能第三势力没有办法 发挥得这么好 其实的确就是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 往好的一面来看 继续努力 正能量 正能量 好啦 马上就进入到 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了 这个最后一个单元 蛮精彩的 就是网路谣言的直球对决 有问题就说清楚 今天要什么网路的谣言 来跟大家直球对决呢 今天同样 在这个制作单位呢 在网路上搜寻到了 很多乡民们对于民众党 非常关心热门热议的话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 民众党又变成了一人政党吗 过去的党主席是柯文哲 接下来是算变成黄国昌了 那第二个呢 民众党难道有位高党 或者是柯文哲来修改党规吗 如果说一审有罪的话呢 原本说是一定要把它开除党籍 可是呢 好像又有一些转环的余地 会变成可以算是这个停权 是不是保留了一些空间 第三个是 要为麦玉珍委员了 这个之前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 那个 那天我跑去开直播嘛 结果呢 有很多委员说 哎呀你们的委员啊 不只偷火龙果啊 还心垂小偷 竟然 签完道 人就跑了 不进去开会了 到底怎么会回事 哪一位要先来 我先好了 这个民众党是不是一人政党呢 我觉得慢慢的开始出现了巧妙的变化 但我一直要分享一些小小的讯息给大家 就是说主席啊 柯文哲 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他说 生而不由 为而不适 功而不拘 功成不拘 这句话 他所代表的含义就是 其实我觉得解读成就是民众党他未来的功 或是未来的成就 或是他在台湾历史上的定位 不一定要由柯文哲自己全部揽在身上 或者是说 全部都是柯文哲的功劳 他常跟我们分享说 他今天创造了这个台湾民众党 但是呢 他希望台湾民众党带给台湾呢 是绵延不绝的 那主席的这个生命也就是会有一定的程度吧 对 我的意思是说 他常常讲的是 二代三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成功不必在我 对 成功不必在我 然后呢 你有感受到 像麦委员也是 接下来要传承 或是说传递台湾民众党的精神的 是 所以我觉得二代三代主席最近一直挂在嘴边的 包含陈士轩 这个 十年后的这个新北市长 这就是主席他一直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他把他的价值跟理念往下带下去 但是呢 越来越多信仰 认同这样子的价值的人 会聚集在一起 他绝对不会只是一人正当 那至于说高宏安那个 我觉得是媒体有点扩大解读 因为 中品会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独立的机构 他不会说今天为了一个特定的个人 或是特定的个案 然后去修正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平易的标准 而且时间点也很算不上 去年的十月 他们因为要把廉政公约跟中品会的一些相关的规章合并 所以才做一并的修正 其实这个字的更改 反而是给中品会更多的决策力道 他其实并不是媒体所带的风向说 他是为了个人开脱 他的或或者是 就是说这个汉或是或或是急这些事情 在一个字上面其实对于中品会他们的权力来说 这个修正反而是给予中品会更高的权力去做修正 去做对于个案的判决 所以我觉得这倒不是 这个应该 他不是一定放松 他可能辩演 对 他其实是辩演 所以应该这么说 就是他绝对不会是为了个案 但是现在大家很喜欢 因为官司的关系 然后去连结我们里面的一些规章 然后就去过扩大的解读 然后包含副主席等等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媒体蛮多的想象 因为这次从以前到现在长期以来 对于民众党的期待跟要求都会特别的高 那当然话题也会特别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过度的连结 副主席这一条好像又是有人在做文章 因为其实民众党的党章里面并没有副主席 没有副主席 而且其实党代表也没有人提案 要做征修副主席这件事情 所以他也是一个媒体突然之间 而且这媒体很有趣 他就是写了一篇 疑似什么为了柯文哲的官司 所以要增测副主席 但是民众党中央说没有这件事 所以他就是刻意 他都已经就是已经问过我们说 没有这件事了 可是他硬要写 硬要写结果就是会出现这种 好像前后矛盾的问题 对啊 这就说我觉得很多的主流媒体 它沦为一个放风的一个机器 或者是一个平台 它其实放了很多的风向 释放一些什么讯息 制造了更多的混乱 或者是混淆一些视听 但好像很多的这个乐听大众 并没有办法从这些频道 或这些媒体的报道当中 得到得知事情的真相 那其中一个真相 就来问卖委员了 请问一下 为什么那天我在开直播 你人不在现场 没有来声援我呢 我害怕被打 因为我被打过 说出真心话 对啊 因为我 我是第一次当委员嘛 所以我们在内政委员会里面的话 我们开会就是8点 就是要签名 才会顺序说你要发言的时间 所以我们签名晚 我们9点就要开始要开会 所以我进来我就看到说 所有的人都不是我们的委员 就坐在那一边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 他们都说开会啊 我说开会 开会为什么你们坐在这边 我们怎么去开会 所以我就签名晚 我们就要等9点来开会 9点我们要下来去开会的时候 因为我签名晚 是不是后面外面就有人在访问我 所以后面我要再来下来开会了 所以主任还有我们的其他委员说 卖委员你不要下去 等一下他们两个打起来会你照样 你不要下去 大家都在保护 连国民党的委员就说 他们在杯葛 我一开始杯葛是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在我们立院的时候 说杯葛我也不知道 后来说不是在立院才要杯葛 这里也叫杯葛 我说对他们在杯葛 院会杯葛 连委员会都在杯葛 对 委员会都在杯葛 我说也可以这样 他说可以啊 这样子他们坐在那边不给开会 他们不是说不开会不讨论 不是民主吗 为什么现在他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就不开会 所以他们说你不要下去 我们三三委员说 卖委员你要下去要找我一起 你不能一个人去 对大家都在保护我下去 后来第二天 我有点第二天就是又来又做一次嘛 我就跟我们的主任说 我一定要下去不能要在里面就是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的主张 我们的主席就说 我们选办法 我们不支持 但是联署的门槛 我们要来去严谨的要去要把关 要严格 这个是我们很认同的 我们主席建发书器 我们就跟着这个目的走 对不对 我们就捍卫这个 从头到尾我们就是这样子的选择 我还内政委员 所有的委员我都赖给他们说 我们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所以民进党不知道在怕什么 怕一个卖一针 对他们好怕你 对他们好怕你 整个怕一个卖一针 整个只要动态就是卖一针怎样 卖一针怎样 很像红耶 对啊 很常呼唤你的名字 所以说 我觉得是说我卖一针有那么可怕吗 卖一针只有一个人 但是呢 不管是名嘴啊 不管他们的电视或者他们 就是把这件事情去做大 又把这件事情浪费很多政府的资源 因为一个卖一针而已 没有那么可怕 我们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做 像我们主席说的 福国利民的事情 不要浪费时间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变成说我去签名 就不来开会 是你们要做秀 你们的秀场 你们所有的其他委员会不去开 你当招委不去开 来这边做秀 这个秀场 这个舞台 让你们秀 就是我的错 你们不工作 你们去领薪水 还在那边吃便当 还在那边开派对 就是你们对了 我不来跟你们一起吃 一起喝 我的错 所以就很奇怪的邏輯 没办法接受 对 OK 而且很会做秀 我知道他们现场也切了火龙果 对不对 所以火龙果 我们是种苗 我们是农业部里面的 农业属 火龙果的疫苗 是从越南过来的 在台湾的技术 来成为现在又好吃 大家又喜欢 赞 改良过的 所以才是越南来的 对 改良过赞 对 好 那今天节目非常精彩 我想要问一下我们两位 每次一世代今天听完了委员 还有我们宜萱 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看镜头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觉得听到郁珍委员的分享 让我的感觉就是 慢慢的 台湾就朝向一个 我曾经想要的那个地方 就是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背景 你的爸妈是什么人 你自己来自哪个国家 那只要我们共同认同 这个这块岛 这个国家 那我们就可以来为它做服务 那所以就以前的话 会觉得说 我妈妈是大陆人是不是 我去参与一些公共事务 人家也会不认同 但是我看到郁珍委员 他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励 就是不要去担心说 你的背景会有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为这个土地贡献 只要考虑一件事就好 就是我能做到什么 就是我今天觉得收获最大的地方 很棒耶 彦博呢 我今天听到麦郁珍委员 听到非常多的分享 那我很高兴麦郁珍委员 可以在立法院里面 麦郁珍委员是一个 我自己这样停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勇气 有刺激 战斗力很高的 战斗力很高的立法委员 所以很高兴麦郁珍委员 可以在立法委员里面 去捍卫新著名的权益 然后未来可以就是 继续站 继续站 然后保护自己安全 我都知道立法委员 可能要去练一下水 那就是我们柯主席 还有我们民众党 给我这样子的力量 因为有后盾 就往前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彦博 谢谢杨华 也谢谢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仪萱 还有我们麦委员 智慧之世在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谢谢 拜拜 Yahoo